前年513跟517大停电造成上百万用户受到影响 监察院通过纠正台电 勘赫相关人员 其中513调查报告中还提到 核2跟核3厂的气涡轮机机组 原本作为全黑石的紧急启用电源 但两年内却有18个月工作电力尖锋 或是大型机组跳脱时的调度电源 被批评形同是黑电 不过对此民进党团以及台电都严正驳斥 强调气涡轮机机组是用青柴油来发电并非核能 投入其来一片黑让民众抱怨连连 针对前年513和517以及去年303大停电监院调查出炉 发现是人为疏失对台电提出周震弹劾相关人员 不过调查报告中这件事起争议 周震内容提及核2三厂的气涡轮机机组 原本作为主要紧急全黑石启动攻击场内机组的紧急电源 但109到110年的10月间 共有18个月工作电力尖锋 或大型机组跳脱时的调度电源 间外批评另外变常态 且发电量未纳入电业年报 形同黑电应确实检讨改进 他把不应该作为紧急供电的这个电力 作为这些紧急供电之用 难道不是蔡英文的非核家园所造成的吗 核电厂里面的它的紧急发电的部分在核燃料没有在发动的状况之下 是用青柴油来发电的 被指引投用核能发电 和非核家园理念相违背 执政党急忙澄清 台电也强调这七涡轮机机组发电 本就不在电业年报的申报范围内 台电官网明确标注发电量进入轻油发电 牵涉核能敏感议题 监委报告也卷入正义 这是这里面周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电话